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讲故事的时候就感觉好像 就是这个电脑屏幕后面坐着很多很多人在看着我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想起就是那个 patreon平台上的那些就是patreon的名字嘛 一杯茶是吧 一碗面一个饺子 然后我就觉得我会看到很多人 坐在我的前面手里端着茶 或者是筷子里夹着饺子 在一边吃一边喝一边看着我 我就觉得很搞笑 那确实比较好搞笑 对 不知道这饺子你们吃的还习惯吗 那茶还好喝吗 听故事学中文 听得越多学得越好 对 那说一说我们这一期故事是关于什么的 我们这期故事啊是关于 还是关于职场女性身边的焦虑的 上一期我们说了职场女性身边的焦虑是有一个年轻的人 有一个年轻人她是职场小白菜对不对 对 领导把她当摆设 我该怎么活 领导觉得她不重要 所以把她当摆设 那这一期呢又不一样 嗯 就是感觉有点像三十而已里面的几个女主角啊 就是说也不太一样吧 就是相同的地方是好像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挑战 那不同的地方就是年龄不同 上一次的那个女性是二十几岁是吧 小白菜嘛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一期的这个女主角呢 她是三十三岁的一个全职妈妈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萨萨 什么她叫什么名字 萨萨 拉萨的萨 中国有个城市叫拉萨 嗯 这个萨就是那个萨 很可爱的名字啊 萨萨 她三十三岁是吧 对 她做什么工作 她呀 她的工作是全职妈妈 哦 所以她的工作就是全职妈妈 在家看孩子 什么是全职妈妈 就是她每天二十四个小时 一个星期有七天都在看孩子 哦 所以叫全职妈妈 嗯 有没有 不是全职的妈妈 有 有兼职的吧 兼职妈妈 做兼职工作的 然后可能就是在顺便带一下孩子 但好像没有叫兼职妈妈 没有这个说法吧 嗯 没有 对 嗯 我们可以说全职妈妈 全职老师是吧 全职太太 全职太太 全职医生 嗯 就有的时候你会问别人 你说 哎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嗯 你做什么工作啊 我做全职爸爸 哈哈哈哈 那你问我 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老师啊 哦 所以你是 你问我 你说你做全职还是兼职 哦 你做全职还是兼职 哦 我做全职的 你做全职 你喜欢做全职的工作吗 嗯 喜欢做全职的工作吗 嗯 不喜欢可是没办法 因为我是妈妈嘛 所以我当然想花时间 和我的孩子在一起了 哦 但是我要是不做全职的话 我没有钱给孩子买玩具 哦 明白了 还好我的孩子 现在不用穿尿布了 省了我的尿布钱 好 那么这个萨萨 她住在哪里 你住在南京 所以是 坐标南京 坐标南京 如果你住在北京 你是 坐标北京 如果你住在广州 你是 坐标广州 如果你住在 伦敦 坐标伦敦 如果你住在纽约 坐标纽约 那她为什么很焦虑呢 她焦虑的原因是 她觉得她回不去 她原来的职场了 哦 她以前是在外面工作 对不对 嗯 以前也是职场女性啊 嗯 她以前不是做全职妈妈的 对 后来有的孩子 不得不做全职妈妈 嗯 后来等她想回去工作的时候 就发现 哎 找不到工作了 没有人想 就是聘用她 这样的人了 对 就觉得回不去的职场 意外而来的 二胎 对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 找工作 找不到工作 然后这个时候发现自己呢 又怀孕了 嗯 又要做妈妈了 所以 但是 是 这个不是她自己想要的孩子 就是她没有想到 她又有孩子了 她就是说她们 她们没有计划的 对不对 嗯 就是意外而来的 对 所以叫 第二个孩子 叫什么 呃 萨萨曾经是地产圈里的精英 萨萨曾经是地产圈里的精英 对 萨萨曾经是哪里的精英 地产圈 萨萨曾经是地产圈里的精英 嗯 所以萨萨在地产圈里做得怎么样 干得好不好 做得很好 嗯 做得很好 做到上层的人叫做什么 精英 嗯 精英 嗯 嗯 你是你们行业里的精英吗 我觉得我是 你怎么知道 我自己告诉我自己 哈哈哈哈 你心态很好 嗯 你觉得你是你 你们行业里的 做老师的精英吗 老师里面的精英吗 嗯 我觉得你是 说实话 我是 嗯 说假话 我不是 对 所以精英的话 一般就是看什么 就看 呃 你做了多少年 是吧 看你赚多少钱 一般就是你赚的钱比较多 就在公司工作 就你赚的钱比较多 一般就是这种精英 是吧 因为精英 公司会给你比较多的钱 不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是你做得好 嗯 所以你能去更好的职位 所以你能赚到更多的钱 嗯 所以所以你 但我觉得薪水应该是衡量 一个人是不是精英的 标准之一吧 我觉得不是 是吧 比如在学校做老师的 即使你是精英 你赚不了多少钱 老师一般不能把老师说精英 真的 是吗 对 我感觉好像老师这个职业 做老师的精英 老师精英 就感觉就是老师就是这种 我们老师就是这种蜡烛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是吧 老师教的学生个个都是精英 但老师真的不是精英 好吧 所以 因为老师这个职业又赚 又不赚钱 你知道 培养精英 所以精英就是做事情 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人 在工作上 是吧 然后老师呢 是培养精英的人 嗯 没错 所以 萨萨曾经是 所以她的工作是做什么的 做房地产的 哦 房地产的 就是她可能是 她的 她的公司是 盖房子 然后卖房子的 嗯 你知道在中国过去的 听说在中国的地产群 应该蛮赚钱的吧 对 中国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 如果你在 你的工作室的地产圈里的话 嗯 你应该赚了很多钱 嗯 都是精英是吧 嗯 那不一定都是精英嘛 但应该赚了很多钱 嗯 所以这个圈就是 职业 职业范围的意思是吧 对 嗯 所以我们可以说地产圈 还可以说什么 比如说做老师呢 就是教育圈嘛 老师是做教育的 教育圈 嗯 还有就是微信里的朋友圈嘛 微信里 还有朋友圈 朋友的这个范畴的朋友圈 对 还有什么呀 金融圈 是吧 金融圈 投资圈 投资圈 嗯 汉语学习圈 汉语学习圈 对 萨萨曾经是地产圈里的精英 嗯 曾经 以前了 不是现在了 嗯 那她都做了什么事情呢 对 你怎么知道她是精英呀 策划的活动 给公司的营业额 带来了百分之三十的增长 嗯 对 她这个策划的活动 这个策划的活动就是 她负责计划的 是吧 筹备的 嗯 然后实行的 嗯 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给公司 让公司赚了更多的钱吗 没错 嗯 这个策划的活动 给公司的营业额 带来了百分之三十的增长 嗯 所以如果公司原来赚一百万的话 因为有了SAS的这个策划的活动 赚了多少 一百三十万 是这个意思吗 嗯 她不是说赚多少 营业额就是说她的流水吗 嗯 就是 比如说我卖东西 去年卖东西卖了一百万 今年卖东西卖了一百三十万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嗯 对 也不是赚了多少钱 对 对 嗯 所以这个营业额就是 刚才像她说的是流水 是吧 对 中文也说流水 嗯 就是卖了多少钱 对 嗯 就比如说去年的房子 卖房子一共卖了一百万 今年卖房子一共卖了一百三十万 这转地厂一定亏死了 卖的是什么房子啊 是纸盒子吗 对 在中国卖的房子都是 玩具房子 一千万 对不对 那在北京一套房都要 对 它坐标南京啊 南京也得对一套房一百五十万 两百万 嗯 是吧 对 所以这个营业就是 卖东西是吧 额就是这个钱 有多少钱 额度是一个数量 卖东西的钱 嗯 所以萨萨曾经是地产圈里的精英 嗯 她策划的活动给公司的营业额带来了百分之三十的增长 嗯 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 但自从三年前生了儿子Robin之后 她就选择做全职妈妈 哦 三年之前她生了她的儿子 嗯 她儿子的名字叫Robin 嗯 然后有了Robin之后 她就没有在地产圈工作了 对 哦 她选择了做全职妈妈 嗯 这个地方要说一下她儿子的名字哦 嗯 嗯 因为我知道现在就是在国内就是 孩子们 中国的孩子比较流行取英文的名字 嗯 是吧 是这种回事啊 嗯 好像因为很多中国孩子他要上英文课啊 是吧 而且 有的时候有外教课 那外教课 你肯定要有一个英文的名字 对 对 嗯 我还记得我以前上上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英文老师 嗯 一个英国人 他问我有没有英文名字 我说没有 嗯 你知道他做什么了吗 他给你了一个英文名字 他拿了一本很厚的字典 嗯 然后他就开始翻 他说你让我停 我就停 嗯 然后我说停 哈哈 然后他就说 好吧 停 他选到了 然后他说你你你你告诉我 你想选第几个名字 嗯 他说 给我一个数字 一二三四五 我说第五个 嗯 说好 你的名字叫Adel 哦 哈哈 我以为你也叫Robin 嗯 所以 所以就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前阵子看一个新闻 是说这个英国的一个大学生 一个女孩子 嗯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钱上大学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兼职工作 就是给中国的孩子取英文名字 嗯 然后他那个工作好像做了三年 后来他的大学学费就是 就是一分钱都不用他自己出 就是全是给中国孩子取名字 赚了他的大学的学费 这真的假的 哎 好像英国大学没有学费吧 有学费 有学费 那应该就是英国人 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这个新闻的来源 你这新闻是中文还是英文的 英文的新闻 哦 对 但就是就是想告诉大家 一个视角告诉大家 就是在中国啊 现在国内就是中国孩子取英文名字 是一个很果的现象 对 是很普遍的现象 对 我自己都没有一个英文名字呢 你没有英文名字吗 没有啊 我以前给自己取过 可是那根本就不是一个英文的名字 现在你知道我的英文名字 对不对 不是Adel吗 对 我后来非常恨我的老师 嗯 为什么 Adel那不是女孩子名字吗 对啊 阿大尔是吧 但他他说可以叫Adle 我说我不喜欢 我说我不喜欢 萨萨说 要给儿子最全面 最健康的陪伴 给他最快乐的童年 嗯 就真的 我们这一代人啊 就是 我觉得 其实我们跟萨萨的想法都挺像的 因为 反正我感觉 我小时候 我没有得到我父母的最好的陪伴 最健康的陪伴 最全面的陪伴 嗯 然后其实我的童年很多时候也不快乐 所以我就觉得 我做妈妈以后 我一定不能让我小时候经历的那个童年 发生在我孩子身上 没错 我觉得很多这80后好像对 哎 就是这种育儿观都很像 你知道吗 嗯 没错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真的 我觉得啊 跟我在 比如说 跟我的朋友比 特别是外国的朋友比 嗯 我觉得我没有一个童年 对 就是对 没有童年 真的 比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要好多了 对 但是就是和童年的这个 西方的朋友比 这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对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就差很多 对 没有童年 嗯 那萨萨老公是什么情况呢 萨萨老公是广告公司的高管 哦 他是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是吧 没错 他是广告公司的什么 啊 高管 萨萨老公是广告公司的高管 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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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他就是高 就是他职位做到很高了 是吧 对 高级的管理人员 那挣的钱已经很多了 管 就是管别人的是吧 而且不是一般的管别人的 是高管 高级管理人员 嗯 他在在什么公司 广告 广告公司做告官 是吧 嗯 什么是广告公司啊 广告公司就是 广告比如你在电视上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广告 是吧 你看到苹果的广告 说看看苹果手机多好看 你们来买苹果手机吧 嗯 看看这个LV的包多漂亮 你们来买LV的包吧 你每天都看什么广告啊 哈哈 你看这么多广告 怎么从来没给我买过啊 是吗 对啊 哦 对不起 你是不是打算未来 某一年给我买LV的包啊 我可以给你买LQ的 也是 哈哈 LG吧 LG还做包呢 哦 LG对 对 你看我老公就不是高管 哈哈 我都是精英 虽然是精英 但还不是不高管 嗯 哈哈 夏夏老公是广告公司的高管 他挣的钱 怎么样 多吗 挣的钱 足以做听故事学中文 哦 不对 不对 挣的钱 足以养活萨萨和儿子Robin 嗯 这个太谦虚了 对 挣的钱 可以做什么 挣的钱 足以养活萨萨和儿子Robin 嗯 挣的钱 什么养活萨萨和儿子Robin 足以 足以 挣的钱 足以养活萨萨和儿子Robin 嗯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挣的钱很多 够了 对 就是让萨萨和他儿子花是很小的钱 对 是很足够的 就是可以养活他们 嗯 那 什么叫暗示就感觉这个夫妻关系好像有点不是特别的沟通上好像不是特别的清楚哦 他没有直接说是吧 对 那你觉得他老公怎么跟他暗示 我不是他老公 我大概能猜出来啊 给你举几个例子 嗯 第一个例子 嗯 嗯 我现在我是老公了啊 哎老婆你看你看 你看咱们的女余家 哎 两个孩子 多好呀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在一起玩 挺好的 这是一种暗示 哦 这是第一个暗示啊 嗯 对 就是他会 让他的妻子觉得 他是一个喜欢两个孩子的 爸爸 嗯 嗯 那还可以怎么暗示 嗯 还可以暗示什么 我知道 你说 你看 沙沙 我们家有三个房间 我们住一个房间 Robin住一个房间 还有一个房间呢 总觉得一直空着 对 感觉浪费了啊 你暗示的好 你暗示的好间接啊 那这个暗示其实有点问题你知道吗 就你刚才说的暗示 为什么 那他沙沙可能会觉得 哎 你是想养只小动物吗 还是你想把你爸妈解过来之后 可能会有错误的信号 啊 那可能就要直接说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暗示会成功 有的时候你 你可能需要直接说才能成功 对 但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夫妻关系 还真正好像有点 有点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觉得一个明朗的夫妻关系 应该是 你想要什么 你就告诉你老婆对不对 或者你老婆想什么 就告诉老公 这个如果丈夫还要给老婆暗示 我觉得老婆生活压力蛮大的 嗯 就是还要 还要就是 体察老公的这种 语言啊 还有这种态度啊 还有这种口气啊 我觉得他老婆喝的好累啊 是吧 对啊 就感觉他老婆不像和老公平等的在生活 好像他老公是他老婆的老板一样 是吗 你不觉得吗 他是高管呀 对 那可能做高管做惯了 就喜欢暗示别人 对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很好玩啊 他说 还可以给Robin生个弟弟或者妹妹 你说的这个角度太好了 我没有想到 但我告诉你啊 我有一个弟弟 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要 他们想要二胎的时候 他们没有说他们想要二胎 他们就跟我说 让你妈再给你生个弟弟 你知道吗 就一模一样 而且他都不说生个妹妹 让你妈再给你生个弟弟 就是因为我爸我妈很喜欢男孩 对 然后他们 他们不是说要第二个孩子 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 不是他们自己想要孩子 对 他们想就是看起来是从我的角度出发 说让你妈给你生个弟弟 以后你们俩有个伴 我当时心想 这个是陪伴我吗 你们生孩子是为了给我陪伴我是吧 那我以后不用结婚了 对 所以就是有 就是有的就是中国的父母啊 或者是夫妻关系 我觉得这一句话可以可以看到很多 就挺好玩的 我觉得你你你刚刚好像想说了 说了一句30年以来 你都想说的一句话 对 终于说出来 20年前我都写在日记里了 这这集故事千万不要让爸妈听到 妈妈这个职业比任何工作都难 萨萨说 同意 所以萨萨说 妈妈这个工作比别的工作都要难 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 这是一分全年无休 嗯 停下来 就是全年 就一整年都无 就是没有嘛 休就是休息日 休假 对 一年365天 每天都要工作 对 从早忙到晚 这叫全年无休 嗯 因为这是一份全年无休 而且对专业技能要求极高的工作 当妈妈需要专业技能是吧 对 很多人不知道当妈妈是需要技能的 都需要什么专业技能啊 但妈妈首先你要知道怎么照顾孩子 比如说你要会给孩子做孩子喜欢吃的饭 对 没错 这个很重要 还有就是在孩子哭的时候 发脾气的时候 你要会怎么让他镇定下来 安静下来 嗯 比如说你要知道怎么给孩子买衣服 那对 你还 这个 对 比如说你还知道怎么给孩子讲故事 对 你需要 对 需要知道 孩子需要听故事的 还需要知道怎么帮孩子锻炼他的动手能力呀 语言能力呀 锻炼他的这个和交朋友的能力 是吧 对 你还要训练 比如说你还要帮孩子洗衣服 嗯 对 对 你还要做什么 这个都是就是你对孩子的训练 每一个训练都是有方法有技巧的 没错 就是从孩子刚生下来 就是你怎么喂孩子喝奶都是有技巧的 没错 然后怎么让孩子睡觉 然后孩子睡觉的时候哭 你不要去抱他 对 就这个学问太多了 没错 所以是对专业技能要求极高的工作是吧 是的 什么是极高 就非常非常高了 哦 就是需要你有这些专业的技能才可以 如果你想你把 如果你想把你孩子照顾得很好 你就需要去学习这些专业的技能 嗯 就像我们学英文 像大家学中文一样 就真的要花时间去看 去学的 去看别人怎么做 嗯 所以能把这个职业搞定的自己 也不亚于在职场中搞定客户 老板和客户 哦 能把这个职业什么的自己 搞定 搞定就是做好 对 做得很好 能把这个职业 能把做全职妈妈这个职业 做好的自己 嗯 萨萨是说她自己对不对 对 她说我能够把做妈妈这样一个有挑战的工作都能做好的话 嗯 也不亚于在职场中搞定老板和客户 嗯 对 所以她是说如果能把妈妈全职妈妈做好 这个和在职场中搞定老板和客户是一样重要的 对 因为在职场如果你在外面工作的话 很多时候你要想怎么去和你的客户去去沟通去去一起工作是吧 就让你客户买你的房子啊 让你老板相信你啊相信你策划的活动是吧 对 就叫搞定老板和客户 对 所以这个不亚于如果说A不亚于B 就是A和B都一样的好 对 A和B都一样一样的好 对 都一样好 就比如说 麦当劳的汉堡包不亚于哪啊 不亚于 不亚于西安的肉夹馍 这就是麦当劳的汉堡包和西安的肉夹馍都很好吃的意思 对 我们可以说西安的肉夹馍不亚于麦当劳的汉堡包 嗯 对 但这个例子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我真想说的话 我个人很是很喜欢吃肉夹馍 我不喜欢吃麦当劳的汉堡包 是吧 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嗯 或者你也可以说 嗯 哎 可以这样说 嗯 听故事学中文里面这个男性的声音不亚于女性 呵呵呵呵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男性的声音差不多跟女性的声音是一样的好听的 嗯 谢谢你的夸奖 对 你也可以说 听故事学中文里面的女性的声音不亚于男性的声音 嗯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的声音 跟她的声音是差不多一样好听的 嗯 沙沙对自己全职妈妈的角色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自信和骄傲啊 充满自信和自豪 沙沙对自己全职妈妈对自己全职妈妈的角色充满自信和自豪 沙沙对自己全职妈妈的角色充满自信和什么 自豪 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棒 哦 叫自豪 嗯 自豪 骄傲是一个意思 有点像三十而已里面的顾佳 我觉得顾佳在做妈妈的时候就觉得 就你能看到她脸上都是自信 嗯 对 而且她觉得做全职妈妈是一份很骄傲的工作 嗯 所以她是一点点自信和自豪还是 很多很多呀 充满 哦 所以她对自己全职妈妈的角色充满自信和自豪 嗯 百分之一百的自信 百分之一百的自豪 嗯 非常自信 非常自豪 嗯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可贵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在国内把很多妈妈觉得 就是当全职她才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工作 就觉得好像在家里面带孩子 自己不挣钱 花账户挣的钱 就有点 怎么讲 就有点好像不是特别的舒服你知道吗 嗯 就觉得好像总总是就直不起腰杆来你知道 有那种感觉 是吧 就是我 我知道在美国就是很多人觉得做全职妈妈 是需要别人尊敬的一件事情 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在在在国内在中国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萨萨她如果说对她的角色有自信和自豪 我觉得她还真是挺开明的一个人 但我觉得也看家庭你知道吗 嗯 是吧 嗯 有的家庭 人和人不一样吧 对 但是我遇到很多人都是不想做全职妈妈的 嗯 萨萨想着现在儿子已经上了幼儿园 并且已经完全适应了学校生活 也许也是时候开始计划重返职场了 嗯 所以现在儿子上幼儿园了 是吧 嗯 在学校生活也很开心 对 嗯 也和他的老师在一起很快乐 和他的同学在一起也很开心 所以是 适应了学校的生活 适应了学校生活 嗯 所以他觉得这个时候儿子不是那么需要他 他是不是可以再回公司上班了 是吧 嗯 也许 也是时候开始计划重返职场了 嗯 所以这个重返职场就是重 就是重新 嗯 返就是返回 回去 职场就是工作的地方是吧 对 地产圈 对 所以他想回到地产圈工作 对 要重返职场 于是他做了什么 他开始找机会呀 于是他开始寻找机会 嗯 可是最近跟他聊 才得知 才知道他意外怀了二胎 可是最近跟他聊 才得知他意外怎么了 怀了二胎 怀了二胎 嗯 就是二胎嘛 就是第二个孩子 第二个胎儿 就是他怀孕了对不对 对 嗯 又要当妈妈了 嗯 但这个不是他计划的 就是他没想到的 对 就叫意外 意外怀孕 嗯 怀了二胎 嗯 那么这样的话 他想重返职场的计划怎么样 重返职场的计划 没有他想象中的顺利 哦 他本来觉得 哦 儿子可以 已经去上幼儿园了 而且适应了学校的生活 让他自己想我需要重返职场了 但是意外怀了二胎 所以就不顺利 嗯 嗯 对 其实这个后面倒没有说 不顺利是因为他怀孕了不顺利 嗯 但就是只是说 因为你刚刚怀孕的时候 别人看不出来你怀孕 你知道吧 对 对你 而且你去面试的时候 也不应该告诉别人你怀孕了 对 所以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吧 嗯 但就是说 他觉得 他以前觉得他回去找工作 应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吧 你想想他以前是精英啊 是吧 为公司的营业额 提高百分之三十做了贡献 对 可是呢 他这次去找工作 找到了吗 好像没有找到 嗯 没有 因为去面试了几家公司 最后都无疾而终 所以去面试了几家公司 最后都怎么了 无疾而终 嗯 去面试了几家公司 最后都无疾而终 所以无疾而终 就是没有成功 是吧 就是没有一个结果 没有 然后就结束了 没有一个结果 就结束了 嗯 无疾而终 是不是一个成语 是一个成语 对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没有一个好结果的意思吧 无疾而终 就常常是说 就是你试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后试了很多次 但是都没有达到 你想要的那个目标 和效果 这个叫无疾而终 嗯 后来你也就放弃了 嗯 后来 萨萨从一个 HR总监 那里了解到 这个HR总监 告诉她什么 离开一线岗位 三年的她 对行业的了解 已经有所偏差 嗯 不太符合 当下的用人需求 嗯 所以这个HR总监 告诉她 为什么她的这个 面试无疾而终啊 嗯 HR总监告诉她 因为她已经离开了 她的工作岗位 三年了 嗯 所以她对她所在的行业 这个房地产行业 是吧 嗯 对这个行业的了解 跟现在的 跟现在的事实 已经不一样了 哦 所以其实三年的话 房地产 这个市场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不对 嗯 这个老板也变了 客户也变了 是吧 对 所以她的知识 已经和现在 就是她们对 用人的要求 已经是就是不一样了 是吧 对 所以她是离开 一线岗位三年了 嗯 所以这为什么 是一线岗位 我知道岗位 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的工作 叫一个人的岗位 是吧 对 为什么是一线 不是二线三线呢 嗯 一般一线岗位 就是你最前面 你要和客户 打交道的人 嗯 就叫一线 就是站在最前面的人 是吧 对 比如说在公司里面 你有 一线的岗位 这些人是和客户 打交道对不对 然后也有二线呢 比如说这些人 是和公司里的员工 打交道的 比如说她是给员工 提供支持和帮助的 比如说HR总监 对 对 对 嗯 所以她离开了 这个一线岗位三年 嗯 行业变了 然后她呢 不知道新的这个 房地产圈的行情 是怎么样子的 是吧 对 所以她知道的 和真实生活里面的 不一样 这个叫 偏差 偏差 离开一线岗位 三年的她 对行业的了解 已经有所偏差 嗯 所以呢 所以不太符合 当下的用人需求 哦 所以HR总监觉得 她合适还是不合适 觉得她不合适 嗯 所以她没有拿到 工作的机会 对 所以她不合适 为什么她不合适 因为她和公司 需要找的人的 这个标准 是不一样的 对 这个叫不符合 嗯 不符合需求 不符合要求 不符合标准 是吧 对 嗯 对 这符合这个词 还是常常用的是吧 没错 比如说这个公司 生产的药 不符合什么 国家安全标准 对 所以不可以在市场上卖 嗯 比如说我听了这个播客 嗯 我听了几次 但觉得这个播客 好像不太符合 我现在学中文的需求 嗯 所以我就不听了 或者说啊 我听了这个播客 好像都是中文的 太难了 不太符合我现在的语言水平 对 符合水平也可以说 所以我就不听了 没错 哎 其实她 这萨萨说的这个 离开岗位几年 就是 个人对行业的了解 有偏差 其实我自己是 就还蛮有感受的 怎么说 因为我当时也是 就是生完孩子 当了妈妈嘛 嗯 就后来 其实怀孕 就是一年没上班 在家待了一年 后来孩子生下来 又在家待了半年 照顾孩子 嗯 就离开了工作岗位 一年半吧 嗯 等我再回学校 去教书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就是自己 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就和当时学生的需求啊 嗯 就有点 有点偏了 就有点 接不上了 你知道吗 哇 对 因为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其实学生群体的变化 是很快的 很大的 嗯 就是你需要重新去了解 学生的爱好是什么 然后学生的年龄特点是什么 就包括就当时学校 这些老师 他们用的这种叫什么 啊 这种啊 科技 科技平台是吧 对 就是就也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没错 对 所以就是 而且就是语言教学 这方面的 就是潮流啊 趋势啊 就是也变得挺快的 所以我当时觉得 我知道自己是个好老师 但我还是回职场的时候 觉得 就是需要一段时间 去适应 你知道吗 对 就是需要一段 蛮长的时间 去努力的适应 对对对 那个适应 还是就是蛮难受的 嗯 好 伟大的妈妈 在得知这一真相之后 萨萨有一些难过 当然了 曾经是地产券的精英啊 是吧 对 所以她 现在找不到工作 在得知这一真相之后 什么是这一真相 真相 真相就是真实 真实的事实 就是为什么她 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 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真实的原因是 HR总监告诉她的话 是因为她离开 一线岗位三年了 她对行业的了解 已经有所偏差 不太符合 当下的用人需求 嗯 这个是真相 嗯 那么她得知 这一真相之后 萨萨有一些难过 嗯 哎 她为什么难过呀 她觉得自己 一直是个积极进取的妈妈 嗯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积极进取 嗯 就她 嗯 积极进取 就是她自己 想努力的学习 是吧 对 一直学习 和别人一起进步 是吧 对 那就不是那个 哎 待在家 看孩子 她就不学习了 是吧 对 然后呢 每天玩手机 然后没有任何的进步 和努力 嗯 那个叫不思进取 这个叫积极进取 对 我觉得听听故事 学中文的人 应该都是积极进取的人 真的 嗯 没错 因为能自己 让自己学中文的人 不是积极进取的人吗 是吧 嗯 对 跟我们一样 你们都是积极进取的人 相反我觉得 我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 我觉得其实我学英文 对英文的学习 我觉得我基本就停滞了 是吗 对 嗯 我觉得我其实也需要 继续学英文 嗯 但你 我觉得你在做别的事情 比如说你在创作 听故事学中文的播客 就从这个 从这个方面讲 我是积极进取的 但是从其他方面讲 我可能是不思进取的 就可能每个人 都有积极进取的方面 也都有不思进取的方面 没错 嗯 她觉得自己 一直是个积极进取的妈妈 嗯 在陪娃之余 也没有完全让自己 与社会隔绝 嗯 在陪娃之余 也没有完全让自己怎么样 与社会隔绝 与社会隔绝 对 就是 还是 就不接触社会了是吧 对 她没有不接触社会 哦 就是 那什么 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是和社会隔绝的 与社会隔绝的 嗯 比如说如果你做 不看新闻 不看书 对 如果你不看新闻 不看书 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 嗯 然后你也不和别人交流 不去交朋友 对 这样的话你就与社会隔绝了 嗯 就是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 一点也不知道 因为你不感兴趣 对 是吧 这个叫与社会隔绝 对 所以如果说相反的 不与社会隔绝 那怎么做 就是在陪娃之余 也没有让自己与社会隔绝 对 所以她听起来就是 还是去出去接触社会 是吧 对 有与说和朋友一起 是吧 有交流 是吧 交朋友 交新的朋友 可能和她的老公一起出去应酬 是吧 然后去认识 别的新的妈妈 是吧 和别的妈妈去交流 对 然后平时也看书啊 看新闻 是吧 对说不定还看看这个地产圈的新闻 对对对 了解一下地产圈的情况 对 所以她这里 在这里面其实是说什么时间呢 在陪娃之余 这个地方陪娃是现在比较喜欢说的 就不说陪孩子和孩子一起玩 就大家都说娃 娃就是很小的孩子 对 陪娃 陪娃之余 就陪她的孩子 之外的时间 之外的时间 就有空的时间 闲暇的时间 是吧 对 比如说 比如说学习之余 我还去打打篮球 对 工作之余 我听听播客 对 然后学学中文 是吧 嗯 在陪娃之余 也没有完全让自己与社会隔绝 与什么什么隔绝 嗯 就是不接触什么 不想知道什么 这个叫与什么什么隔绝 没错 嗯 还有一个成语叫与世隔绝 与世隔绝 就是与社会隔绝是一个意思吧 对 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 与世隔绝是一个很老的词嘛 嗯 也是一个成语吧 这让我想起了陶渊明 嗯 对 是吧 桃花园里面的生活 桃花园记是吧 对 那里面是与世隔绝的生活 对 就有的人他可能比较想自己一个人去想想人生 是吧 嗯 可能去修炼一下是吧 就是在精神层面上有个提升 嗯 比如说什么道士和尚 那他可能会选择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没错 嗯 可是呢 不好的事情是什么 然而 隔 隔阂 和差距 还是 产生了 所以产生了什么 一 隔阂 二 差距 嗯 这个都是说和这个外面的世界好像接不上的是吧 对 隔阂就是你自己知道的和外面真实世界的真实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这个叫隔阂 没错 对 就是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准确的沟通是吧 比如说你和世界有隔阂 比如说孩子和父母有隔阂 对 比如说年轻人和老年人有隔阂 你和朋友之间也可能有隔阂 嗯 比如说你和女朋友是吧 你和男朋友你和妻子之间有隔阂 因为你们 就你们不在同一个频率上 你们没有很好的交流 你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不一样是吧 没错 差距呢 差距也就是不一样的意思啊 是 就有差 有距离 对 比如说你可以说经济上的差距是吧 嗯 了解上的差距 没错 感情上的差距 嗯 怀上了二胎 萨萨老公 很高兴 当然啦 哈哈 他之前不暗室吗 现在终于在当爸了 对 他们家第三个房间 终于有人可以住了 嗯 对 怀上了二胎 萨萨老公 很高兴 这个老公 你笑什么 我觉得 他之前说暗室嘛 他之前说暗室嘛 他还是想要怀二胎 结果他老婆真的晚上了 我觉得他 这是草和吗 我不知道 还是有预谋的 我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他老公之前计划好的 嗯 但萨萨什么感觉呢 一边高兴啊 因为他要又当妈妈了呀 多好呀 是吧 嗯 但呢 一边难过 他难过的是什么呀 难过 就是不开心 嗯 他担心 他担心什么呢 等老二的三年陪伴 再过完 自己再也回不去职场了 他担心 等老二的三年陪伴 再过完 自己再也回不去职场了 对 你想想 再过三年 他就三十六了 是吧 对 那三十三都找不到工作 是吧 都已经和社会有隔阂和差距了 那再过三年的话 那就是六年 敌人我觉得都不要让他去面试了 对 六年 真的真的我觉得社会变化很大 你知道吗 而且你知道 其实在中国啊 就是 对于女性来说 职场上有很多的歧视 嗯 比如说你去找工作 别人可能会问你 有没有怀孕 对不对 对 那你怀孕他可能不要你 或者说问你 有没有结婚 对 有没有结婚 还可能倾向于要单身的 对 因为他觉得你会休产假 你知道吗 嗯 而且 哎呀 这个让我很生气 对对 太多的这种歧视吧 对 因为觉得就感觉这个女性 好像一旦过了三十岁 就很多事情就身不由己了 对 而且 可能更多的在 在很多家庭里面 嗯 女性要 要扮演的角色 要承担的角色和负担更多 你知道 比如照顾孩子呀 是吧 嗯 然后什么 做饭 照顾老公啊 是吧 对 就是说 在很多家庭是这样 所以会导致 妈妈会很难去分身 去把工作做好 是吧 嗯 没错 社会这样觉得 对 对 我想起来 昨天还看一个广告呢 就是说 这个招 什么 就是我家乡的医院 什么招 什么 护理人员 还是说这个 清洁工啊 就是 打扫卫生的 要求 四十多岁以下 身体健康 嗯 你知道吗 就很多就是 四十多岁 就是都不会要 对 对 所以就觉得 就感觉就是 又想 让我想一下 前阵看那个 店那个 叫什么 真人秀 叫 演员请就位嘛 是吧 嗯 里面有好几个就是 过气的女演员 所谓过气 什么呀 就是三十五岁以上 常常是三十五岁以上的 就是没戏演了 他们演技都很好的呀 对 可是没有人找他们演戏 演主角 对 就是因为 三十五岁了 就觉得大家就不想看你了 范冰冰多大了 范冰冰最近过得不太好 咱们就别提她了 是吧 对 就是很现实 就大家 制片商可能会更倾向 去找那些二十岁 不到二十岁的 就是年轻的女孩子 去演戏 嗯 所以你觉得 就是感觉没有人 替这些 就三十五岁以上的妈妈 说话 对 做了妈妈的人 对 对 就觉得你年纪大了 然后就觉得很不公平 你知道吗 没错 对 就相反 我觉得西方社会 应该就是没有这方面的 约束是吧 对 我觉得相比于中国 嗯 就是 西方的妈妈 或者女性 三十多岁以后 她们 不会有那么多挑战 就当然 作为妈妈 都是很有挑战的 一个事情是吧 嗯 但是 相比于中国的女性来说 我觉得挑战少一些 对 有更多的自由 和人生的选择 对 我就常常看到 有很多的这个在 比如说在美国啊 嗯 这个全职妈妈 是吧 对 她陪伴孩子都不止三年 她陪伴孩子是十八年 嗯 就她把孩子生下来 一直把孩子送到去上大学 嗯 然后呢 十八年以后 然后她再回过来 她想重返职场 嗯 或者重新回到学校 去读完她以前 没有读过的书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很多的 你知道吗 没错 就把孩子养大了 然后自己回到研究生院 再读个硕士 甚至去读个博士 嗯 对 然后再重返职场 再找个工作 这样的 我觉得这样的例子 是数不胜数的 对吧 对 在中国如果发生 这样的一个例子 简直就是说 好 就好稀罕是吧 是很爆炸的 很爆炸的新闻 就会成为投销新闻了 对 对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看到一个 很老的老奶奶 就是 她的背都是妥的 然后她在那个 收银台那个地方工作 当然 哇塞 我说 我说在美国 年纪这么大的人 还在做这样的收银工作 因为在中国是见不到的 你知道吗 她也不需要 她根本就 不愿意招念的人 对不对 对 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有很多了 但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没有人会招一个 就是年纪很大的人 就收银这样的工作 甚至说任何工作 是吧 对 在中国你退休了 就是退休了 你什么都不要做了 没错 有很多的年龄的歧视 有性别的歧视 你记得 以前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比如说 你去一个公司招工 然后他的招工简章上 就招工的那个文字上 会说 哎呀 什么 只招985学校的学生 什么只招男性 或者只招女性 是吧 或者女性优先 或者男性优先 还有更恶心的是 一米六五以上 就是还有长相其实 对 因为在中国的简历上 你一定要贴上自己的照片 然后一般是要 拍那种全身照 就是他会看看 你的个头怎么样 长相怎么样 是吧 对 什么外貌 什么什么来着 外貌端正 是吧 对对对 长相端正 五官端正 对 哎呀 我觉得这种 这种太然然 对 就是中国社会 一个不太公正的现象 没错 其实大家学中文的话 也要知道 就是中国社会里面这些 不是特别被人看好的地方 是吧 对 当然有很多好的方面 但这个是不好的方面 对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好的地方 和不太好的地方 是吧 那我希望 就是我们这代年轻人的长大 是吧 然后成熟啊 走到不同的岗位上 能够委这个社会 带来更大的变化 对 就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我们是有歧视的 然后有年轻人 去做一点东西 去改变它吧 没错 嗯 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听故事 学中文 听得越多 学得越好 这里是故事解读 解读故事 职场女性身边的焦虑 第二集 回不去的职场 回不去的职场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iTunes上 继续过我们下号评 也欢迎您在 各大社交平台上 关注我们 我们得到了 关注和好评 越来越多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听故事 学中文 这个节目 同时也欢迎您 把我们的节目 推荐给您的老师 朋友 家人 和 同学 对了 嗯 真的 如果你能够 把我们的节目 推荐给您的老师 你的同学 你的朋友 那 很多时候 他们会来听我们的节目 嗯 那么这样可以帮助 更多的人 找到我们这个节目 因为很多时候 你去 网站上去搜索的话 可能不一定能搜得到 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名字的话 别人就能搜得到 嗯 这样对我们很有帮助 没错 嗯 嗯 好了 那我们这个节目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好 感谢大家 再见 谢谢你们 再见 les 哦 啊 和 十 yani 感谢观看